新光醫院的副院長洪子仁加入現場討論 院長其實我們有觀察到 全球陸陸續續有七十多個國家都施打疫苗了 不過我們的疫苗採購 先前還傳出被他國介入的尷尬境地 現在要扶持我們自己的疫苗國家隊 是不是當務至極呢 是的 我想事實上 我們在這次的COVID-19的一個過程之中 可以看得到疫苗跟這個 對抗病毒的這個藥物 是終極這樣的疫情的最終的兩個solution 所以在這樣一個過程之中 我們如何在這個疫苗的這個產業上 能夠在全球競爭的一個過程中 去加快能夠取得疫苗 對外能夠加快取得疫苗 以及對內我們對於自己本國 生技醫療的產業 尤其在疫苗發展的這一塊 也能夠在這次的疫情中 我們得到這樣一個學習跟教訓中 能夠很快的來建立我們自己本國的 這樣一個疫苗的產業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國安的一個事項 因為我們都知道事實上疫苗本身 如果你能夠研發出來 不但有機會 可以先守住我們本國人自己的 民眾的健康 那甚至疫苗本身 也可以到出口到國外去做銷售 甚至做為一個外交上的一種 手段之一的一個靈活的運用 所以說從這樣的兩個角度看起來 如何讓這個疫苗的產業 能夠蓬勃的一個發展 確實在這個全球對抗 新冠肺炎的一個過程中 是至為重要的一件事情 與其等到其他國家的疫苗 或許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疫苗的國家隊要怎麼加緊腳步 追上疫苗研發的步伐 那副院長還想請教其實過去一年 不管是國外的媒體 還有台灣的媒體 都一直在提到台灣的經驗 但是我們的公衛體系 到底是如何累積這些經驗呢 那在過去一整年的抗疫當中 有沒有什麼樣的經驗可以分享的 是的 我想我們從13年的SARS中 我們得到當時最大給我們的一個教訓 之後我們就是在2013年以後 我們修改了傳染病的防治法 所以也是從2013年之後 傳染病防治法修正了以後 我們在CDC裡面就增加了我們防疫醫師的 這樣的一個組織的一個編制 那另外呢 我們也在13年之後的這個傳染病防治法 去修訂了 在全國的各個各大醫院 去定期的做對新興傳染病的這樣一個演練 那也是因為17年來 我們有在當時的一個SARS的經驗之下 我們做了這樣子的一個演練 跟做了這樣的一個學習跟調整 那也等於是說建立一個新的制度跟做法 才能夠說在17年後 配合我們的整個健保的IC的這個數據 以及配合我們國家的這個基礎的一個建設 在去年的國家口罩隊的一個成立上面 取得一個成功的一個經驗 就是即時的能夠在去年 很快的把口罩能夠製造出來 而且分配給全國的民眾去使用 可以說是在第一時間非常成功的阻止了疫情 在台灣的一個流行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在這樣的一個經驗之上 我們認為就是說針對疫苗的產業 也應該比照去年 國家口罩隊的這樣一個精神 由我們國家應該要把這個疫苗的 這樣的一個產業 跟採購 把它提升 它的一個組織的層級跟架構 甚至有成立一個國家級的一個 一個專門的一個委員會 來針對疫苗從對外的一個採購 以及對內如何去扶植 我們本國的這個生技醫藥的產業 去發展這個疫苗的這個產業出來 我想應該是透過這樣一個層級的 一個調整 是不是能夠讓這個 在之後的這個過程之中 讓我們的疫苗產業 能夠在台灣生根 成為台灣另外一個在 IT的這個護國神山之外的一個新的 一個產業的一個護國神山 那我想這是應該我們所樂見的 那而且在國發會裡面 事實上國發會這幾年一直在談 所謂的5加2方案 5加2方案裡面有一項 就是所謂生技醫藥的一個產業 所以我想這次的疫苗的這樣的一個主題 正是符合國發會的 5加2裡面的這個創新的這個計畫裡面的 生醫 生醫治藥裡面的其中的一環 所以我想投入國家的這個資源 配合我們的產官學員的這些專家跟學者 一起投入在這個所謂疫苗的研發跟製造 那我想這應該是我們在這次 COVID-19的這個抗疫的一個過程中 可以學得到的教訓 而且我們可以往這方面去生根 來讓後面如果又有新的 新的傳染病又出來的時候 我們能夠有自己的疫苗的 這樣一個生產的能力 那甚至呢 扶植我們的疫苗產業 能夠跟全世界的第一大廠 都能夠在全世界競爭這個疫苗的話 那我想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item 應該是很適合 台灣來去發展的這樣的一個方向 好我們謝謝洪副院長的分析分享 因為現在群球不只面臨新冠疫情的威脅 還有變種病毒來勢洶洶研發疫苗 如果可以自己自足 相當於對國民來說 就會更加的有安全感了 謝謝您